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自从帝制确立之后的朝代都是皇权高于一切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皇帝的命令不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志,也能代表很多人的意志 毕竟,皇帝手握大权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而违背皇帝意志的人,当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古代,不管是大臣还是皇帝的妃子,当然都是想尽各种办法讨好皇帝,以获得皇帝的恩宠 但是,在皇权走向没落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我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登基的时候才三岁 而且当时的清王朝已经开始衰落,走向灭亡可能是迟早的事情 果然,几年后掀起了辛亥革命,而溥仪,这个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退位了 虽然溥仪是退位了,但是当时签署了《亲王室优待条件》这样的条例 溥仪童年依旧是在紫禁城度过的 当时,溥仪还可以住在里面,而随着溥仪长大成人 很多人开始为她筹备婚事 后来,溥仪娶了一后一妃,皇后婉容妃子文秀 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文秀因为很聪明,对文学、自然等方面了解的很多 一开始和溥仪的感情还是很好的 直到溥仪被赶出紫禁城 当时她带着自己的两个老婆到天津赞助 到了天津之后,溥仪和文秀开始产生一些矛盾 一个是对日本人的态度 当时,日本人想找溥仪合作 但是文秀觉得日本人并不可靠 反对溥仪和日本人合作 也因为这件事,两个人产生了矛盾并且常常发生争吵 第二个就是真宠问题了 宛容长相漂亮,加上溥仪跟文秀常吵架 于是溥仪更加宠爱宛容 这让文秀很生气 于是文秀就做了一件惊动世人的事 跟末代皇帝溥仪离婚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当时成了很多人饭后的谈资 与文秀离婚后,溥仪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宛容最后死于非命 反观文秀,他先是当教师,后来隐居了 抗战结束后,他又结婚了 嫁给了一个叫刘振东的河南小伙 解放后,两人都成为了环卫工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